中国最后一个太监是孙耀廷,是天津医护农民家的孩子,出生比较贫苦,西双堂村有个教书的,孙耀廷的父亲为他种地,母亲为他做饭,孙耀廷因此得以在这个人手下读了四年的书,但是,这样的好日子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被打破了,结果是孙耀廷失血了,父母沦为乞丐,破于生计, 孙父决定把孙耀廷送去宫中当太监,十二岁的孙耀廷,当被父亲强制自宫,成为了一名太监,令人啼笑皆非的是,他还没有走到北京,宣统皇帝就退位了,大清亡了,而民国给皇室的条垮中,就有不得再招收太监这一条,于是,孙耀廷的事搁置下来,过了几年,太监群体被侵退出宫, 只有少数亲信太监才能留下来,当时,被侵退的太监有很多,比如残暴成姓,心里阴暗的小德章,出宫后买了几个老婆,还将其中一个虐待致死。 后来,家里四处脱关系,找门路,终于把孙耀廷送进了紫禁城,紫禁城之所以还接受太监,是因为他们对民国的条款,并非完全遵守,几乎每年都会小规模地招收太监。 好景依然不长,日本全面侵华之后,溥仪去了东北,于是孙耀廷又没了着落,经过一番周折,他到达长春,又找了份工里的活干,后来生了病,回到了北京。 街坊以后,孙耀廷等人的群体,一直是需要被关怀的对象,他们每月可以领到十几块钱,在当时不算少,住在一间寺庙里,孙耀廷由于读过书,还能干出那,会计的活,最高时能拿到35块每月,光阴四箭,转眼间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。 而孙耀廷则活到了1996年,他94岁离世,代表着这个群体的终结。